1990年3月27日,韩国政府宣布对26岁的金贤姬判处死刑,谁知这个消息已经报道,竟然引起了许多韩国民众的抗议,一个如此美丽柔弱的女子,怎么会是敢拿炸弹炸飞机的间谍呢?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不久后金贤姬竟然真的被赦免了死刑,这个女特工不仅毫发无伤,还在韩国结婚生子,她的故事甚至还被派成了电影,这场空难到底是谁谋划的,这个被赦免的女特工身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,她为什么被捕后谎称是中国人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谈谷到今,今天来聊聊朝鲜女特工岛被判死刑后为何被特赦。 1987年,由巴格达飞往韩国的航班客机发生了大爆炸,机上115人全部遇难,客机失事后,所有人认为这是飞机自身出现的问题,因为就在前两个月的时候,这架飞机就因机轮问题造成过损伤,差点酿成大祸。 但爆炸事件引起了国际刑警的察觉,他们注意到整个航班飞行室,只有一对男女在中途落地过,尤其是其中的女子,长得可谓是美貌无比。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,很快,警方立刻对两人实施抓捕。 在抓捕时,男人服下了毒药,只有女人被韩国警方救下,随即警方查看两人证件,得知男子叫风骨真一,女人名叫风骨真有美,都是日本人。 不过随后就被警方查出,他们的护照是伪造的。 办案人员开始询问女人关于飞机失事的问题,然而,女人一口流利的中国话,直接让韩国警方听梦了。 对方告诉警方,自己真名叫百岁慧,出生在黑龙江,由于从小没有父母,他经历了多数坎坷才长大成人。 为了能生存下去,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跑到广州谋生,后来再朋友的介绍下去了澳门赌场工作。 因为乖巧董事和性格温顺,他被男子风骨真一看重,收为了养女,改名叫风骨真有美。 为了能报答风骨真一的知语之恩,他就随着父亲回了东京。 因为不能更好地融入生活,风骨真一这才带他去往欧洲游玩散心,因此登上伊拉克飞往韩国的飞机,只不过是一种巧合。 听到这种说辞,审讯人员根本不信,风骨真一却有其人,但据日本那边的调查,此人根本没有外出过。 服毒去世的男子身份尽管并未查清,不过也不是日本人。 眼见警方不信,风骨真有美自始至终不肯吐露半句真言,无论警方如何询问,他都坚称自己是名中国人,得到风骨真有美被捕的消息。 作为韩国总统候选人的卢泰宇联系到了国际刑警,希望将其引渡到韩国受审,随后他就被专门的人员雇送到了韩国。 韩国警方在询问的时候,问他是否听得懂韩语,风骨真有美极力否认,还用东北话和广东话展示他的汉语水平,证明自己真的是中国人。 但是他的长相风格轮廓,都很像朝鲜半岛人士,因此韩国方面始终不相信,加上此女长相太美,因此他们一直对其进行深度调查,为了打破他的细腻防线,警方在休息的时候经常用韩语对话,以此来观察风骨真有美的表情动作。 最终,经过几轮试探和国际刑警的调查,对于风骨真有美的身份,韩方已经查得一清二楚,此女的真实姓名叫金贤基,出生在朝鲜平壤,她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,由于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,相对于底层人民她的童年相当快乐。 七岁那年就被选中参与国家演出,十一岁更是被授予了朝鲜花童的称号,所以在她的心里,韩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,朝鲜则是一片净土,为了促进南北统一,拯救同胞,金贤基还参与了特工训练。 大学时代,特工组织专门给她安排了日语、中文等课程,每天的训练伴随着火药爆炸声,这一切都让她坚信,她将来要做的事都是正义的。 学会中国话只是第一步,要想成为合格的特工,就必须做到滴水不漏,为此朝鲜政府花重金绑架了一名日本服务员,让她跟金贤基共同生活了三年,除了日本服务员,朝鲜政府还绑架了中国广东的一位平民,教授她粤语和中华文化。 就这样,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、礼仪、特有的肢体动作,金贤基都烂书于心。 从18岁到24岁,金贤基整整训练了六年,全年无休,等到终于有了能力可以为国效力了,于是,她被派往澳门执行任务。 到达澳门后,金贤基利用语言天赋和伪造的绅士德到了澳门永久居留权,半年之后,她接到了一个重大的指令,让她炸毁巴格达飞往韩国的科技。 朝鲜之所以要炸毁韩国的飞机,绝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丝绸,朝鲜半岛本是一家,因为战争的原因就变成了北朝南韩。 刚开始朝鲜是比韩国发展得更快更好的,可因为韩国有美国的扶持,再加上国内的社会风气,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, 最终拿到了1988年的奥运会举办权,得知这个消息,为了拉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朝鲜,提出南北联合办理, 但韩国直接拒绝,这下丢了面子的朝鲜,想请苏联出面讲情。 结果苏联不仅没有给朝鲜争取机会,还派了500人去参加奥运会, 气急败坏的朝鲜决定报仇许恨,这才有了金贤机炸毁飞机的计划。 金贤机忠于自己的国家,对于高层给的命令自然不会反抗,因为这次任务重大, 为了保证他能顺利脱身,朝鲜还把化名风骨真一的男人派过去协助金贤机, 两人伪装成妇女,谎称是日本人来欧洲旅游。 858航班,几乎都是韩国人去往巴格达工作的外潜人员, 而这也是朝鲜方面选择这一航班的原因, 不仅可以将国际影响降到最低,还能够给韩国一个狠狠的教训。 12月1号,这是在外韩国人归家的日子,飞机上坐满了私乡的人员, 等到金贤机妇女上飞机后,飞机按约定的时间起飞, 金贤机两人带了一台收音机和一瓶红酒,并且把把液体炸弹存放在行李箱里, 当时安检也不是很严格,所以他们可以蒙混过关。 1987年,在韩国客机飞达阿布扎比时,朝鲜特工金贤机等两人匆匆下了飞机, 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就这样留在了飞机上, 过四个小时,飞机行驶到了印度洋上空,随着一声巨响, 定好时间的行李箱发生爆炸吗? 飞机被炸得击毁人亡,上面115名乘客和乘务人员全部化成了灰烬。 国际警方在调查中一早就盯上了这两个幸存者, 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,金贤机在巴林机场被逮捕, 由于他在审讯中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实话, 韩国警方为了能突破他的心理防线, 直接带他去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, 看看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,还有光鲜亮丽的民众。 金贤机第一次感觉自己被朝鲜当局者骗了, 以前那些拯救同胞的梦想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话, 于是回到警局后。 他坦白了一切,得到他的证词, 法院基本可以认定金贤机将被判处死刑, 然而,一起突发事件却直接左右了即将到来的判处结果。 由于韩国媒体将金贤机认罪的画面不断在电视上播放滚动, 意外的是,韩国人民并没有怪罪他,都被他的美貌吸引, 他们认为他情有可原,只是被洗脑罢了。 对于韩国法院根据金贤机证词判处其死刑这个结果, 韩国民众直呼根本不能接受。 1990年,卢泰宇从一众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 成为韩国总统,作为总统上任的三把火。 其中一把就给了关在监狱里的金贤机, 他将金贤机特赦出狱, 为的就是提高韩国在国际上人道主义的形象。 而且,自从金贤机被捕入狱, 韩国就多次与朝鲜交涉, 可朝鲜根本不承认这件事, 声称金贤机并不是朝鲜人员炸毁飞机的事与朝鲜无关。 据传言,金贤机在朝鲜的家人全部被杀, 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了。 得知这个消息,金贤机性情大变, 他将自己的前半生写成了自传, 在书中字字血泪地控诉朝鲜当局如何对他洗脑, 如何要求他尊重高层。 把高层的话当成圣旨一样对待, 不能有丝毫违背。 最终,金贤机在韩国生活得下来, 受到多数人的追捧, 并选择了一名军官作为终身伴侣。 结婚后,金贤机频繁出现在韩国的电视采访节目上, 一个是为了给那些遇难家属道歉, 一个是为了控诉朝鲜当局, 到了如今, 金贤机已经成为了韩国打压朝鲜的手段。 不过也有人认为, 金贤机其实是一个韩国人, 为了打压朝鲜, 他们自导自演了一出戏罢了, 毕竟1988年奥运会如期举行, 韩国借着热度一跃成为强国, 经济实力缅压朝鲜。 然而,如今看来这些孰是孰非已经不重要了, 金贤机算是幸运的, 因为长得美竟能得到特赦, 安稳地度过这一生。